新院長 蘇貞昌 下午是到臺南 視察全大運的場地 還有防疫狀況 全大運的主辦單位強調 選手工作人員都有專屬的QR Code 掃描之後 如果亮紅燈或黃燈 顯示去過確診者行進的足跡 不能夠進入場館 而場內也會控管人數 球員在場上努力練習 離開球場 通通戴上口罩 並噴酒精防護 臺南成功大學主辦 今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在市從十四號到十八號 碰上十二號出現十六例 本土新冠肺炎 行政院長蘇貞昌 視察場地與防疫措施時 向國人信心喊話 政府強調沒有要升高防疫等級 而是希望國人一起努力讓臺灣鎖住 亂世中的福利 全大運也全面管控人數 並提供選手工作人員等 相關人等個人專屬的掃描密碼 只要掃出紅燈或黃燈 代表去過確診者行進的足跡 會拒絕入場 管事人數在四十個人上下 那因為我們有選手場地練習的時間 所以我們會將一個小時裡面 又分為上下半場 所以就是各半個小時四十名這樣子 如果真的有疫情 那還是得取消 還是會希望能繼續辦 選手大多不希望取消比賽 但若防疫升級到第三級 規定室內只能五人戶外 十人以下 比賽恐怕真得取消 但主辦單位強調 會使疫情的變化隨時調整 記者王庭溫正恆 陳顯坤 臺南報導